東亞運動會即將從12月2號開始在香港舉行 馬英九總統今天親自到左營訓練中心 為選手們授旗並且打氣 而我國代表團今年的目標 就是要超越上一屆的十二面金牌 寶金女裝莊佳榮和詹友然又將聯手出擊 東亞運12月2號即將在香港開打 莊佳榮代表台灣出賽信心滿滿 準備的狀況還不錯 對啊 就是在自己的預期內 照預定的這種行程在練習跟比賽這樣子 那東亞運也是算說其中一戰的職業賽這樣子 莊佳榮在女子雙打項目會與詹友然繼續合作 混雙的部分則鎮定與男王小將益楚環搭檔 而前球選手張明皇也被寄予厚望 延續雅錦賽奪牌的氣勢 東亞運有機會拿下金牌 這次訓練在訓練上的話 都是以最高水平來發揮這樣子 然後以最後的今年比賽目標就在放在東亞運動會 這一屆東亞運中華隊總共有100多位選手參賽 包括網球 跆拳道 保齡球和撞球舉重都有多排的可能 代表團希望能超越上一屆12面金牌的記錄 總統馬英九也特別南下到國訓中心授旗為選手打氣 馬總統除了宣布要投入57億改建國訓中心 他也回應了運動民希望政府挽救職棒的期盼 職棒我們一定會提出完整的搶救方案 一方面教育部跟體委會要花15億 二方面我們結合了法務部 檢查機關 調查機關 警察機關 做好預先的防範 除了改善國內的棒球環境 馬總統也指出未來要把游泳和自行車列為全民體育的重點項目 希望民眾能夠養成運動習慣 培養健康的身體 記者中方孟昭全 高雄報導